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A7的淘汰对粉丝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不少粉丝看完A7的纪录片之后 直接泪洒赛场,确实是非常伤心 而老板飞飞在A7失败之后 也在社交平台上给粉丝们道歉了 表示会和选手充分沟通 暗示下个赛季可能会有人缘变动 甚至很有可能重组 A7这场比赛每个人的发挥其实都不怎么样 如果60分算及格的话 可能只有阿子勉强能到60分 伊诺和初晨本赛季一直在换位置 他们两个真的已经换崩了 月光还停留在以前的思路 在19年秋季赛的时候 伊诺也是也是双修 但当时是因为打野很多英雄是蓝领 很多队伍都是这么换位的 现如今几乎没有哪个队伍会完位置轮换 也就只有A级至于九成 在赛场上存在感太低了 而且支援总是比较慢 参团率几乎是垫底的存在 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猫神跟赛季出的字迹相比 确实有进步 这位老将在赛场上 拼搏的精神也值得尊重 但是他的思路确实比较僵化了 几乎就只有奔狼冲锋这一种节奏 被兵线的运营和整体布局 已经跟不上了 飞飞说会和选手充分沟通 其实就是在考虑换人 毕竟这是A级回归以来的最差战绩 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 沿用这五个人 不出意外的话 出城很可能要被放弃 就像当初的七年一样 九成和猫神取决于 他们自己想不想走 不过留下首发可能保不住 至于伊诺和阿泽相对比较稳 A级不会放弃这两个人 A级这个秋季赛输得很彻底 虽然五个人都很想赢 但就是不适配 小伙伴们认为 A级下赛季会重组吗